嘿,哈嘍,大家好,我是伊底,我是一名高中化学老师 今天挑战用90秒时间带你复习高二化学22到24的一些重点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绘画路易斯结构式 你画出路易斯结构式,如果你画得对,很多东西就一目了然 包括它的结构,包括它有几个单键、双键、三键 它有几个Sigma键、有几个Pi键,对不对 那如果你了解混成果,你怎么判断 这个看中心,它接了几个原子,以及它有几对Lone pair 你就可以马上知道它是哪一种混成 如果你数字加起来是2,你就是SP 如果加起来是3,你就是SP2 如果你加起来是4,就是SP3,对不对 那一旦混成果律知道了,那很多东西就慢慢呼之欲出了 包括你的形状,包括你的剑的角度是长怎么样 所以你如果还没有准备断考的,后续你可以照这样去读 那在这里有两个观念要解决 那第一个就是到底什么是分子形状 分子形状跟鬼域的分布不完全一样 我们知道固定子,就是Lone pair 跟间接电子,就是Bounding pair 它们都是电子,都有赤力 它们在空间中都占有一个区域,对不对 因为它在那里有赤力 但是我们在讲分子形状的时候,我们要看的就是那几个原子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下方的图片 H2O,它周围有4对电子 但是只有两对是跟原子接在一起的,对不对 另外两对是红色的Lone pair 它是看不见的,我们把它当成隐形 你要知道它虽然隐形,可是它占据空间 所以这样H2O的形状是怎么样呢 就是一个弯曲形,你可以看到HOH,它是连成一个弯曲形 但是你在判断的时候还是要从最原本的混成归于判断 你不能说HOH三个原子,所以是一直线 这样判断就是错的哦 好,那在下一个容易混淆的观念 就是到底这个剑角怎么去看 那我们知道剑角基本型就是看SP,就是直线180度 SP2,就是平面三角形120度 如果是SP3,就是正式面体,就是109.5度 但是如何变大或变小呢 那你要知道第一件事情 为什么有Lone pair会变大? 你可以从这一页的左下的这个图可以看到呢 因为这个Lone pair的视力明显比较大 所以当你的Lone pair越多呢 它会让你的剩下的脚被挤压的剑角越小 好,那再来看右下角那个区域 如果你不是像这样 如果你是两个分子 但是它们的路易斯结构形状非常的相似 那到底怎么去比剑角呢 你可以看下方H2O跟H2S这两个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想说 谁的电子会比较靠近中间了 我们知道O的电幅度比S还大 所以电子会比较靠近O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电子互相排斥 如果越靠近中间 那它们不就互相排斥开来吗? 两个东西越靠近中间 互相排斥开来 是不是我的剑角就必须变大 所以比较谁的电子靠近中心 谁的剑角就越大 OK,好,我是伊莲,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